歡迎收看東京走著橋,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紹的區域是淺草 淺草是東京歷史悠久的區域 在江戶時代之前就是東京的繁華街區 也因為擁有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的寺廟淺草寺 而成為觀光客必訪的景點之一 淺草位在東京的台東區 而淺草車站附近就緊鄰著東京有名的榆田川 隔著無漆橋就可以眺望晴空塔 以及朝日啤酒大樓跟旁邊的金色便便 但其實是火焰造型的Super Dry Hall 行經的交通路線有東京地下鐵銀座線 東武鐵道東京晴空塔線 都營地下鐵淺草線 首都圈新都市鐵道的 竹波快線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觀光來到淺草最大的目的肯定就是參訪淺草寺了 淺草寺是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的寺廟 正式的名稱為金龍山淺草寺 最早的起源可以回溯到西元628年 入口處的門就是雷門 從門口Panasonic捐贈的巨大雷門燈籠就可以知道了 一年的參訪人數大約有3000到4000萬人次 而在寺院的參拜觀光人數中 這裡的排名是日本第一 經過雷門後就來到重建市商店街 這裡有很多紀念品跟伴手禮 也記得買個有名的人行銷來吃吃看 進到本堂之後 可以抽個籤來試試運氣 如果可以抽到集的話 運氣就真的不錯 因為淺草寺是以容易抽到兇的都市傳說聞名的 但抽到了也不用擔心 只要把籤綁在旁邊的架子上 就可以去除厄運囉 除了白天之外 我們也推薦在晚上的時間來一趟 因為比較晚的時段觀光客很少 可以拍出不一樣感覺的照片 另外 在淺草寺正對面的淺草文化觀光中心的樓 可以免費上去看到淺草寺以及晴空塔的景色 除了淺草寺之外 周邊區域的街道也很值得一逛 由於這個區域歷史悠久 所以會帶有濃濃的夏丁風味 像傳法院通就是很好拍照的地方 另外這裡還有個日本最早的遊樂園 淺草花烏夫遊樂園 創立於1853年 重建於1947年 一樣也是在周邊的巷弄中 有一條活巷是從日劇裡面搬出來的街套 Hopiton 夜晚的時候燈光昏黃 兩旁都是各式各樣的居酒屋 坐滿了日本上班族 喝了不少酒之後 講話都很大聲 整個區域非常的熱鬧 東橋在這邊吃過一家鐵屋居酒屋 餐點都蠻道地的 可以喝喝看這邊的名產Hopit 跟啤酒有點像 但有不一樣的味道 淺草除了人文古蹟跟小吃之外 也有風景可以欣賞 就在淺草車站旁邊的無七橋 沿著魚田川 有個魚田公園可以散步 能夠看到公園以及河流的景色 也可以在這裡搭乘水上巴士前往台場 除此之外 如果在櫻花季前來 是賞櫻的有名景點之一 也有不少日劇在這裡拍攝 最後來推薦幾家 東橋在淺草吃過的餐廳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小巧克力 還有水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